CR-V 基本上是零隔音 零啊?ZERO啊? 這次我們來到泰國試駕全新一代的 Honda CR-V 這一個第六代的車型實際上它改進了很多第五代上面的痛點 那麼今天的影片主要就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第六代的 Honda CR-V 跟第五代的 Honda CR-V 差別在哪裡 它的優點在哪裡 它的缺點在哪裡 在影片開始之前麻煩大家的朋友按讚訂閱分享一下 接下來我們就進入這個節目的真題 第一次的 Honda CR-V 提供了兩個引擎選項 雖然上一代也是兩個引擎 但是這一代更加不一樣 首先渦輪增壓版本變成最入門版本你就可以買得到 它的引擎動力數據跟上一代的車型是一樣的 最大馬力表現是193PS 大概是190HP 左右啦 公子牛率243Nm 匹配 CVT 的變速箱 這一次它的 CVT 的進步主要跟 Honda CR-V F1 一樣啦 就是它的這個 Rubber 感是比較少的 然後 Respond 也比較快 重點是它的油耗表現等等呢 也是有稍微進步啦 如果是這個普通的前輪驅動版本呢 官方數據是7公升 100公里 如果是 Overview Drive 版本的話 它是 7.5公升 100公里 不過暫時官方沒有公佈 0-100 的加速成績啦 可是實際開起來呢 我覺得這個動力表現跟上一代差不多 上一代的動力表現實際上已經很出色了啦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是對於動力很在意的話 那麼新一代的 CR-V 應該還是可以滿足你的需求 那麼如果你覺得這樣子的動力還不足夠的話呢 那麼實際上原廠還有一個 2.0 的 IMMD 版本提供給大家 就是這個 2.0 的 EHEV 混動版本啦 它的最大馬力表現是 183HP 左右 大概是 180HP 啦 你看馬力表現可能比起這個渦輪版本更低 但是它的峰值扭力達到了 335 Nm 基本上已經媲美了 2.0 公升的渦輪增樣移行 不過因為這個車子只有一輛 我們大家增著駕 所以我還沒有開到 所以沒有辦法跟大家分享太多先 然後有一點進步的地方在於這個 這一次 Honda CR-V 終於給了這個油壓頂桿 也就是講了 你打開這個 engine 蓋的時候 你不用去找那個頂桿 它是自動打開的 然後還有這個 engine 的 refinement 就是講它的這個 這個運作細膩度也提升了 給大家聽一下它的引擎聲浪 如果你是上一代 Honda Civic FC 或者是上一代 Honda CR-V 的車主呢 你應該會發現到 其實上一代的 engine 的噪音 是比較吵一點的 可是這一代就細膩了很多 同樣的也讓它在駕駛的時候安靜很多 跟大家預告一下 這兩輛車的隔音表現 是有很大的進步的 至於在這個車尾的部分呢 其實你主要你去看的話 它的這個設計風格呢 跟上一代車型 甚至跟著一個前一代車型 也就是第四代車型 整體的設計風格是很類似的 只是它把原本的 LED 換成了這種 3D 的設計 所以看起來晚上的時候是比較遙遠的 然後同樣的這兩車也是支援這個電動尾門開啟的 它可以用 Button 開啟 或者是你把鎖匙帶在身上 用腳踢一下它就開啟了 OK 這個是泰國版本的車型啦 跟馬來西亞不一樣 因為馬來西亞只會有這個 5 座車型 然後它的這個尾箱隆機官方數據是達到了 586 公升 這個數據是很恐怖一下的 昨天我們也有試啊 我們四個大人的行李 包括兩個 L size 的行李箱 然後還有我們的電腦 bag 等等等等 把它完全塞進去都沒有問題 這一代的車型呢 它確實可以滿足很多消費者 對於這個空間的需求啦 因為我相信買到 CRE 的朋友呢 他們應該都會很在意這個空間表現 然後還有一點我要稱讚的就是 大家注意到嗎 它的這個尾箱的開口是非常非常的 Island 它不都是到我的膝蓋而已 也就是講今天你要搬那種行李箱啊 你要搬中物等等 要放上去的話是很輕鬆的 因為它不像一些車 它的這個行李箱的開口很高 你搬中物的話其實會滿折磨一下的 然後打開這個蓋板的話 它下面還有一點儲物空間啦 除此之外 CR-V 怎麼可能會沒有這個六四分離的乙背傾倒 它的六四分離乙背傾倒一倒平的話 這個空間只要突破1000公升 如果講你真的要搬家有需求的話 這個 CR-V 還可以幫你載一點東西 所以這一點空間方面呢 Honda 真的是不需要太擔心啦 作為一個 SUV 車主 我覺得我有義務要提醒大家 就是你買 SUV 的話 以後你更換輪胎的費用可能會比較高一點啦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馬來西亞版本的第六代 Honda CR-V 呢 會有三個輪胎的 size 17 吋 18 吋跟 19 吋 19 吋應該是專屬頂級的這個 RX 版本的 但是 17 吋跟 18 吋呢 你去更換它的那個輪胎的時候的費用呢 其實也是夠強的 但是還不懂馬來西亞版本的這個輪圈尺寸是怎麼樣 如果是以這個泰國版本來看的話 是樸素了一點點啦 可是我相信 Honda 馬來西亞應該會給大家一個比較好看的 design 吋 我為什麼一直講 Honda CR-V 是家庭車呢 是有原因的 除了它的空間夠大夠舒服之外 你注意看它的這個 尾門的這個開啟角度 這個開啟角度如果我完全開啟的話 它幾乎可以開到90度 也就是講啊 你開完之後 你的一家老小了 要上下車是非常方便的事情 看到嗎 這個開口是夠大 老人家小孩子上車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我印象中啦 馬來西亞的C-7 SUV 好像比較少可以做到這一點的 如果是講你家裡的SUV 其他品牌SUV 可以做到這一點的話 影片下面留言給我知道啦 接下來我就要講到這個內裝的設計 先提醒大家 天窗馬來西亞是沒有的 然後整體的這個設計風格呢 我覺得我是喜歡的 OK 我跟大家講為什麼先 首先我之前在駕這個第五代的Honda CR-V 的時候 其實那個內裝設計我就很喜歡了 但是 講老實話 那個時候Honda CR-V 的內裝設計 其實是蠻plastic feel 一下的 所以你會覺得它有一種 可能不是屬於那個Label 車款應該有的質感 可是這一代車型 如果你仔細看的話 你會覺得它的質感是進步很多 包括有這個木紋的材質 當然這個木紋不是真的木紋的 它是一個塑膠紙板 但是它是有這個 design 跟 texture 在上面的 然後這邊採用了大量的軟質塑膠 然後加上這個獨立式的觸屏主機 整個感覺就是比上一代還要好很多 當然如果你是熟悉 Honda 車款的朋友的話 你就會發現到 其實這個內裝設計 跟這個 Honda Civic FE 也很像 包括這個風潮式的冷氣出風口 然後這個調整桿啊 還有這個冷氣的控制鍵等等等等 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樣啦 不過不用緊 它的質感表現還是很好的 給大家聽一下這種轉輪轉動的聲音 這個質感表現是OK的 然後在這個下面呢 它有 Type-C 跟普通的 USB 插槽 如果你是要連接 CarPlay 的話 那麼就是普通的 USB 充電器 Type-C 當然這兩車也是有這個無線的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主要的功能還是跟這一個 Honda Civic FE 一樣啊 但是喔 它有一點不一樣 是大家期待很久的功能 看到嗎 360度鏡頭 然後如果以我目前的這個觀察的話 這個360度鏡頭的清晰度 我覺得算是中等啦 它沒有到很出色 但是對於一般使用應該問題不大 建議各位就是新車發佈之後 自己去這一個展示廳看一下 然後除此之外 這兩車還有一個很大的升級點 我覺得很重要啊 就是它在這個氣囊的數量上面 它提升了很多 在馬來西亞版本的 Honda CR-V 第六代車型呢 全車系標配八個氣囊 也就是講除了傳統的 側面雙氣囊 側氣囊跟側氣簾之外呢 在駕駛座它還有這個西部氣囊 跟前面駕駛座也是有這個西部氣囊 所以它總共有八個 可以給到這個車內的乘客或者是駕駛者 更好的安全性 然後另外一點就是 如果是買到頂級版本的 Honda CR-V 也就是 RX 的版本啊 它會有這個遠近光燈遮蔽功能 如果講你的對面有車來的話 它會去計算 然後它會關閉部分的燈泡 避免你的車子讓對方覺得遙遠 然後發生意外等等 這個功能可能一些比較高端的車子才會有 但是這一次在 Honda 上面也看得到 另外一點就是 Honda Sensing 的 是全車系的標準配備啦 Stop&Go 的 ACC 車道維持系統 自動緊急煞車 你都可以在 CR-V 上面看到 然後這一次 CR-V 還有一個我個人很喜歡的功能 就是這個 Memory Set 的功能 因為可能作為家庭車來講 你的車子時常會有人在不同駕 可能是你爸爸 你媽媽 你老婆 你女朋友 你哥哥 你姐姐 但是因為有這個 Memory Set 的功能 就是今天我 Set 好我的 Sitting Position 之後 我只要 Set 一下 那麼下一次我就可以按一個 Button 調回我原本的駕駛為止 這個功能我覺得還是很好用的 也是我個人最喜歡的功能 你喜歡 Memory Set 嗎? 然後我有點要跟大家講喔 就是我發現到一個重點 這個 Honda CR-V 的前面兩張座椅 跟第五代車型很接近 基本上就是一模一樣 但是舒適度是 OK 的 不用擔心 這個就是 Honda CR-V 的第二排座椅表現 講真的 我一直都講 Honda 的空間表現 是不需要擔心的 大家看到這個空間覺得 我還需要講什麼嗎? 就是大就是喔 不過其實它還是有一些升級的點啊 然後有一個升級點 我覺得是很實用的 就是這個椅背的調整功能啊 它除了可以倒平之外 它在這邊還有一個拉桿 就是你拉了之後 這個椅背的角度是可以調整的 而且大家發現它的這個可調整角度 其實還是蠻多一下的 所以你在長途駕駛的時候 你可以坐得舒服一點 然後馬來西亞版本的這個第二排座椅呢 還可以進行前後的滑移 所以就是講你要載更多東西的話 你可以花錢一點 因為這個腳步空間很大 所以你往前滑的話 這個舒適度也不會被影響到太多 這一點是好評的地方 然後我覺得它還是有一點點的缺點在 就是這個椅子的包覆性沒有那麼好 然後它的發泡棉會稍微硬一點點 當然我昨天有從這一個清麥做車到清來 我是坐在後座 我覺得這個舒適度可能講不上滿分 但是應該還是有一個7分到7.5分左右 坐長途駕駛的話不會到不舒服 只是這個椅子的setting它可能比較偏硬 老人家應該會喜歡 但是對於我來講 我就覺得可能是在7分到7.5分左右的這個level 然後接下來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這個後座的冷氣出風口 跟兩個USB 後座冷氣出風口上一代也有嘛 是不是 但是這一代呢 在泰國的版本上面 它後面是有一個獨立的blower的 因為以前的這種後座冷氣獨立出風口呢 它的blower是用前面的blower打來後面 所以這個風量可能會被影響 但是這一次呢 這個HONTA CR-V 它是後面擁有獨立的blower 也就是講你打開後面的冷氣之後 後面的風量是非常大的 這個功能對於馬來西亞或者是泰國 或者是印尼一種比較炎熱的國家 一級棒 然後最後我就要講到這個 後座的頭部空間表現了 這個頭部空間表現 如果我這樣子做的話 超過一個拳頭 看到嗎 看到我的手嗎 超過一個拳頭 不過講老實話 它確實會比上一代低一點 但是依舊還是有超過一個拳頭 一個拳頭兩個指頭左右的空間表現 所以這個頭部空間你不用去擔心 整體來講就是這樣子 我對它的空間表現 滿溢度10分的話 給到8分8分半都沒有問題 然後我要跟大家講喔 在馬來西亞如果你是買到RX的頂級版本 它會有12個Volts的揚聲器 哇 Volts的揚聲器終於出現在Honda的車款上面了 不過如果講今天你是買到普通的版本 也不用擔心 因為普通的版本全車系都有8個揚聲器 音響效果應該也不差啦 在這次的試駕活動中呢 我們有機會試駕到這個1.5Turbo的版本 還有這個2.0的混合動力版本 然後接下來我就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我的心得啦 首先因為這個1.5公升的版本是這個AWD 所以它的操控表現對比上一代車型真的是天差地別 我記得我之前在這個CR-V的試駕影片裡面 我有講到這個CR-V是比較偏家用的SUV 如果你要操控的話可以去買CS5 但是這一次我會跟你講 如果你喜歡操控然後你又兼顧到舒適性的話 那麼CR-V也是可以買 首先這台車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它整個底盤的紮實度好了很多 上一代的底盤它是舒服 但是會顯得比較鬆散一點 所以我其實開起來我覺得它是一台很好的家庭車 但是如果你真的偶爾要享受一下駕駛的驅程是沒有的 可是在新一代的車型 因為據說它是用了優化版本的CBIT的平台打造 所以它整體的感受是強了很多 而且有點要跟大家講 其實這一代CR-V跟上一代CR-V的平台不大一樣 因為上一代的這個軸距是2660mm 然後在新一代的車型是2700mm 加上了40mm 我知道可能有一些台灣的Channel 講它們的底盤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實際上它加上的底盤代表著它整體的構造都要去加強 所以嚴格來講它們是不一樣的 也因為這樣的改進 所以這一次CR-V整個底盤的表現我是很滿意的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這個方向盤 可能這個方向盤有跟這個CVIT FE 學習一下 所以它整個方向盤在轉向的時候它的回饋是非常的好的 你可以看到它這樣子轉的時候整個手感是非常好 而且它的響應速度也非常的快 所以我們在從這個清邁到清來的這個路段呢 它其實是有非常多的山路的 你可以感受到這個Stairling就很跟手 所以在這個山路的情況下 它並不會出現那種整輛車就很boring 或者是給到你很沒有信心的感覺 不會 架起來的感覺非常的好 然後還有一個重點就是它的懸吊進行了加強 上一代的車型因為它主要是兼顧舒適性嘛 所以它的這個懸吊側傾會比較明顯一點 然後在第六代的車型上面 它的懸吊就變得比較Q彈 路感回饋會比較明顯一點 但是還是兼顧得到一定的舒適性 但是呢操控表現又有在 所以我願意講這一次它的這個車型 它是一個非常大的進化 雖然感覺好像沒有什麼差別這樣 它的進化其實是非常大的 然後再講一下這個動力配置 動力配置1.5 Turbo 的版本 它的這個動力輸出 雖然講跟上一代一模一樣 但是主要的改進在於這個 CVT 這個 CVT 的 rubber 感沒有上一代那麼明顯 當然它還是有一些 CVT 的特性 但是開起來尤其是你在加速的時候 這個動力表現你踩下去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它的 response 非常的快 所以如果講你今天是要超車什麼 它可以給到你一個還不錯的動力響應 然後就是這個 engine 的細膩度也好了很多 當然有可能是因為這個防火箱隔音加強 跟底盤的隔音加強 所以讓我覺得這一次它的隔音表現 進步最少有一個 30% 左右 OK 現在就是我在駕車的情況下 這個胎噪聲跟引擎的噪音 基本上都不明顯 我現在試踩身材 有沒有給大家聽一下 OK 身材 你看這個引擎的聲浪根本都不明顯 所以我覺得 Honda 是有在聆聽消費者的聲音的 因為消費者就講 Honda 的車款 MVH 不好 MVH 不好 所以他們在新一代的車型上面 就重點的優化了這個 MVH 就有一點像 CVS-C去 CVS-E 跟上一代 HR-V 去新一代 HR-V 這樣子的感覺 尤其是這個混合動力版本 這個混合動力版本的馬力表現 跟 CVS-E 的混動差不多 但是扭力高了一點 它的扭力是 335 Nm 毕竟這輛車也比較重 實際駕駛感受還是一如既往 這個引擎動力是非常的順暢 因為它的扭力 335 Nm 已經很接近了一些 2.0 公升的渦輪增加引擎 所以它的加速並不會拖你帶水 我是建議各位試講 如果你的預算情況允許的話 可以直接上這個 Hybrid 的版本 然後這個 Hybrid 版本的油耗也是很好一下 OK 我們該一路這樣開下來 而我們車上四個大人 然後微箱的行李也是滿滿 然後這樣的開下來 我的油耗大概有 16.1 Km 毕竟 我這個油耗真的是 Turbo 版本的時候做不到 Turbo 版本昨天我們開的時候 因為它是 Oil Drive 油耗可能比較高一點 大概是在 11 Km 毕竟 這個 Hybrid 現在已經變成 16.2 Km 毕竟 這個 Hybrid 是比較均衡的一個選項 有動力 有油耗 所以我覺得 Budget Go 可以考慮一下混動 我個人是滿喜歡這個混動的 然後總結下來這次 CR-V 給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操控進步 隔音進步 動力如果 Turbo 版的話 稍微油花一點點 但是 Hybrid 版是真的很好 我會不會推薦這款車 其實還是會的 因為馬來西亞市場 你要找到一個比較均衡的 C-Segment SUV 其實是比較少的 因為大部分的 C-Segment SUV 它們都是在某一個點比較特殊 就好像 CS5 這樣 CS5 它主打的就是一個操控跟質感 然後 Forester 主打的就是它的四輪驅動系統 然後其他的車型各有各的賣點 但是它們就可能在某一個點比較特殊 而在 CR-V 的部分 它就是比較均衡 所以如果是講你是一個追求就是均衡性啊 可能偶爾你要舒適度 然後你要動力 然後你要配配 然後你又想體驗一下駕駛感的話 CR-V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是我不敢講馬來西亞版本會有一樣的表現 所以馬來西亞的進一步詳情 就等我們回去馬來西亞再試給大家看啊 提醒大家一下 這輛車12月會發布哦 OK 以上就是我這個簡短的試駕分享 昨天我的前輩在試駕完這輛車之後 他跟我講了一句話 這輛車不是一個革命 不是 Revolution 它是一個進化 Revolution 為什麼這樣子講 因為對比上一代車型呢 它確實更動了很多這款車原本的缺點 我記得我在之前試駕這個 Honda CR-V 的影片我講過 這輛車作為家庭車它絕對的合格 但是在駕駛的感受部分呢 就差了一點 就是一輛很無聊的車 可是這輛車型呢 竟然會有讓我那種熱血沸騰的感覺 尤其是昨天我們在跑山路的時候 那個感覺真的是很出色 我沒有想過CR-V 竟然可以有這樣子的操縫表現 而且重點是 還有一個最大的痛點被解決掉的 就是它的隔音表現 上一代的CR-V 基本上是零隔音 零啊 ZERO 但是這一代的隔音表現 你去試駕的話 你真的會有 WOW 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呢 我們還是要看一下 馬來西亞版本採用的是什麼輪胎 因為輪胎對於車輛的隔音來講 影響真的非常的大 當然我要跟大家重複一次就是 今天我們拍攝的是這個泰國的版本 未來馬來西亞版本配備上面可能會有一點點的差別啦 所以以後等新車出來的時候 我們也會為大家進行一次更加完整的試駕 而且我們也會用機器來測它的隔音表現 看它的隔音是不是真的進步那麼大 我講沒有用 用數據證明給大家看 好啦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期在泰國的試駕影片 因為這次天氣跟時間都有因素 所以可能沒有降低丘殺 所以請大家多多見諒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一下啦 我們下一次的節目再見 拜拜